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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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发马特爱的兄 他们都是谁 可是才能不尽强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永远睡着牢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得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无条无伤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追求真理的维萨礼 2368900乘以694 再除以38 到底等于多少啊 我洛宝贝果然聪明无敌 小乖 你是机器人 我可不像你 我要全靠自己 小乖 小乖 没你这样的 小乖 没你这样的 小乖 回来 小乖 小乖 不要跑 哎呦 宝贝 这干嘛呢 这事啊 爸爸 我就是想看看小乖 脑袋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也想和他一样聪明 什么 这可不行 爸爸 让我拆开看看嘛 我就是想像小乖一样 出为一个 呃 一个万事通 那样我就不抽数学题了 也不抽贝克文了 爸爸让我看看嘛 宝贝啊 机器人脑子的构造肯定和我们不一样 你啊 看了也白看 没用 哦 正好书里有个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 我们看看他的故事 研究一下人的脑子 呃 解剖 脑子 爸爸我不听 害怕啊 那你还想解剖人家小乖呢 我看你胆子挺大的 你就听听吧 啊 这个维萨里啊 是比利时的一位医手 也是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 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 哦 那他是不是比老爸厉害呢 这 这个嘛 是啊 他在某些方面啊 的确比老爸厉害 不过有些方面啊 你老爸我还是很强的嘛 比如说 我曾经发明过的 哎 爸爸你的发明我都知道 你就不要说了 维萨里要真是比您厉害 是不是就能把我变得和小乖一样聪明了 小乖 我们走 哎 宝贝 好事啊 糖 怎么一来就下雨了 小怪还见成云仔 宝贝你往前走雨就会停了 布鲁塞尔天气可真是太怪了 冥冥下着大雨 怎么走了一步就停了 小乖 是不是你搞得滚 不是你 那还是谁 你一定是报复我 你个小心眼 他是谁 怎么能这么不完明 你给我听着 克里斯 快点啊 病人等着我们呢 克里斯 克里斯是谁啊 还是我 好的 来了 克里斯 打开药箱 哦 来了 上次的疗法 你感觉怎么样啊 嗯 今天 再给你治疗一下 克里斯 准备三棱针 啊 要打针吗 打针 太可怕了 哪个是三棱针啊 小怪 快帮我找找 三棱针 针柄成圆柱状 针身是针尖成三角锥形 刀锋尖利 分大中小三形 啊 找到了 好婚礼啊 三棱针是用于点刺放血的针具 用它刺破患者身体上的一定穴位或前表血落 放出少量血液 以达到治疗疲病的方法 啊 放血 次落 按照古希腊盖龙的疗法 应该在患处的附近放血 但是按照中世纪的疗法 应该在远离患处的地方放血 现在还没有定论 不过 啊 还没有定论就给别人治病 太不负责了 我要阻止它 哎 宝贝等等 克里斯 找到了吗 老师 现在到底哪种刺落法有效还没有定论 我们不能用在病人身上 你说什么呢 克里斯 经过我的研究 古希腊盖伦的疗法是正确的 这个 我已经发表了一本 关于刺落疗法的小册子 你没看过吗 啊 我 还真没看过 克里斯啊 医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 亏你还是我的学生 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啊 我 好了 注意休息 我明天再来 可里斯啊 刚刚 我的话有点太重了 我向你道歉 没有啊 其实是 我不对 不 可里斯 敢于质疑 是对的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好老师已经验证过了 要不然就有污疹的危险 怎么啦 克里斯 什么呀 你说的是这些骨头吗 这些都是我研究的对象啊 啊 您怎么研究这些东西啊 它们有什么用啊 哎呦 快扔了吧 看着都叫人害怕 克里斯 今天你是怎么了 我记得你不怕这些东西了呀 是这样的 我研究这些东西 是因为戴伦的书里有很多的错误 我想通过研究啊 将它的错误改正过来 盖伦会有错误 我们给病人看完病 您不是说盖伦的观点是正确的吗 怎么现在他又有错误了 呃 我这里说的错误 只是说盖伦有些方面有错误 这样啊 我爸爸说过 犯错误不可怕 只要能改就行 你爸爸 他说的对 不过对于我们医生来说 犯错误是可怕的 小小的一个错误 就有可能达上千万人的性命啊 您说的对 医生就要好好地研究医学 如果能研究的 再也不用打针就好了 打什么 打针 打算冷针吗 你说的是什么呀 能不能再说一下 啊 您是不是医生啊 您不会连打针都不知道吧 宝贝 宝贝 啊 爸爸 什么事啊 这个打针呀 打针用的注射器呀 虽然是在15世纪 由意大利人卡迪内尔提出的 但是啊 直到1657年 英国人博弈尔和雷恩 才进行了第一次人体试验 你现在所处的时间啊 还没有呢 维萨里肯定不知道啊 哦 原来是这样 不好意思 爸爸 我忘了我是在历史里了 老师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整理我的日志和实验记录 明天我要在课堂上 问老师一些问题 嗯 是大学吗 我能去吗 没问题啊 哇 大学 真是没想到 我在历史中 竟然混进了大学课堂 嘿嘿 老师会长得什么样啊 哦 嗨 我想 啊 cell 拿ony 哇,这就是老师啊,看起来好有学问啊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人类的骨骨 骨骨是人体最长最粗壮的骨头 骨骨是弯曲的,它位于四只动物的下指 我有个问题,我觉得人的骨骨本来应该是直的 而不是像狗一样,是弯曲的 啊,这位同学,问得好啊 我给你讲讲,坐下,坐下 人体结构自盖伦时代以来起了变化 人们现在之所以看到人的腿骨是直的,而不是弯的 是由于当代人穿紧腿窄裤 把腿骨弄直了 假如不是人为的结果 在自然状态下,人腿还应该是弯的 哦,不会吧,我不穿紧身裤啊 可我的腿就是直的呀 老师,我觉得盖伦有些地方好像搞错了 啊,搞错了 你是在怀疑医学界的泰斗 大师盖伦吗 不不不,我当然知道盖伦是多么的伟大 他曾经解剖过很多动物 但是限于条件,他并没有解剖过人体 所以,他的观点与认识有很多的错误 您看,我曾经在一次人体解剖中就发现了他的二百多个错误 啊,两百多处错误,怎么会有那么多,太可怕了 啊,你也太狂妄了吧 二百多处错误,你这是污蔑 盖伦的观点,在无数医生眼里是毋庸置疑的 你怎么就会发现这么多错误呢 宝贝,宝贝 啊,爸爸 学习的怎么样啊 爸爸,我现在在大学上课呢 不过他们讲的东西把我都搞糊涂了 我觉得,讲课的白胡子老教授说的有些道理 不过,维萨里说的也有道理 哎呀,我感觉我现在晕晕的 啊,通晕了 那你先回来吧还是 好吧,小乖走 维萨里,我的老师,再见 我回来了,这次真是好玩 先被水灵,又被骨头吓 上课还把我听晕了 我们的宝贝还真是个乐观向上的小姑娘啊 那是,我是谁啊 我是聪明无敌天天快乐的洛宝贝 还来劲了 哎,你在维萨里的大学里都看到什么好玩的了 哪有什么好玩的 不让说话,不让动 他们讲的什么鼓啊 真的,我也听不懂 宝贝啊,在哪上课也不能乱讲乱动啊 你不懂啊,咱们不怕 这说明啊,你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你以后啊,就慢慢学吧 慢慢的,不就都懂了吗 那得学多长时间啊 嗯,是要等我上完大学吗 嗯,这个不好说呀 你要是努力,可能会早一点 不过学习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是永无止境地 而且要抓紧每时每刻 你看,你现在听故事 其实也是一种学习嘛 不但能回到历史 直接见到那些伟大的科学家 还能见到那么多的发明创造 哎,你啊,真应该把这些都写下来 起码要写个日记什么的吧 哎呀,爸爸,你饶了我吧 我跑得肚子都咕咕叫了 还有,小怪也要充电了 好好好,这日记啊,咱们以后再说 咱们哪,先把书放回去 然后,去吃饭吧 耶 其实,维萨里的命运非常悲惨 他可是一位曾经与哥白尼齐名的人物 可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 他竟然被流放了 真是太让人伤心了 看什么看 再看 我就把你解剖了 快走 别打搅我 我这刚有状态 维萨里呢,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我要慢慢到来 小书签,我的故事你可严谨的说啊 这可都与医学有关 那是,必须的 我本身就是一个严谨的书签 话说 维萨里还怀疑过盖伦 蒙迪诺和亚历士多德 关于心脏功能的论断 是啊 当时为了这个问题 我犹豫了很久呢 真不知道该不该提出来 当时 行了,行了 后面我知道的 主要是我来讲 我来讲,好不好 医学界在维萨里之前 从没有人重视过人体解剖 大家都是用动物解剖来搞研究 而维萨里呢 他非常重视人体解剖 他在解剖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场景 他写了一本书 叫人体构造 这本书呢 为血液循环的发现 开辟了道路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为人类医学做贡献嘛 对,对,没错 哎,我说 尊敬的维萨里老先生 到底您让不让我说呢 你说,你说 维萨里执着追求的精神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为年轻的教授 他以朝气蓬勃的精神 打破了枯燥乏味的教学气氛 维萨里为了让解剖客生动一些 他亲自率领学生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研究需要嘛 您怎么回事 年轻时您可是很酷的一个人呢 现在怎么这样了 好,别急,别急,你说,你说啊 维萨里 我说什么来着 不说了 宝贝,这是你新学的歌谣啊 对啊 这是几大行星的排序 今天自然客向老师教的 嗯,念起来还挺顺口的 水晶笛 停电了 停电了 怎么搞的嘛 停电了 这怎么能行啊 快点,快点 看看怎么一情况 赶紧的 哎 哟 宝贝 这是你新学的歌谣啊 对啊 这是几大行星的排序 今天自然客向老师教的 嗯 念起来还挺顺口的 水晶笛 地驴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